点翠是中国传统记忆 是指用翠鸟背部亮丽的蓝色羽毛 仔细镶嵌成各种首饰器物 曾经深受皇室的血爱 但是点翠工艺过程残忍 而人们对于点翠的痴迷 也导致翠鸟一度云临灭绝 如今它已经是国家的保护动物 点翠工艺也已经彻底成为历史 但是如今有很多匠人们 致力于采用各种防点翠工艺 来重现那么亮丽的蓝色 荣花就是其中一种 南京的赵树县老师 曾经用荣花制作出各种精美的防点翠工艺品 令人叹为观止 都知道清朝的复查皇后为人低调 生活节俭 平日里以通草荣花为事 不欲猪翠 如果当时可以用荣花代替点翠 那一定会减少很多沙漏 第一次看到故宫院藏的这款点翠发簪 就深深地被它的美所折服 就用荣花来尝试一下吧 灿烂星河如果能落下 就不必等待满天烟花 我们的海森罗门地 比时间通话 你从习惯落泣落泣落泣 深情感的喜吗 躲在面具后装着呀 我尽量让表情自然 假装的很流浪 你不走着就留下 So calm down 梦里还是雨下 梦为雨花冲打 海上楼月轻重化 到底谁爱谁跟谁 把结局冻裂崩塌 那何必不知再融化人的 一梦海与试着吞线 把梦间里的伤识与风华 海叙逍楼段香的童话 刻画成我眼里的年华 梦里还是云霞 梦为雨花冲打 海上月轻重化 谁恨谁怕 断裂融化 谁对腾下风华 像个童话